2021年1月6日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 美国国会两院举行联席会议 清点选举人票 以最终确认当选总统 此前一直不肯认输的特朗普曾在推特上呼吁支持者 于1月6日前往华盛顿抗议选举结果 而当天的情形似乎比特朗普预期的要更加激烈 据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的支持者试图闯入国会大厦 因而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警方使用了催泪弹和闪光弹 期间有人受伤 还有一名女子中枪身亡 抗议者一度闯入国会大厦 一时听玻璃窗被打碎 情况混乱 两院联席会议被迫中断 彭斯 佩洛西等人也被撤离到安全地点 这场美国国会山大混乱世界中目 一些国家和组织纷纷谴责 呼吁美国和平交权 然而 澳大利亚不少人对美国大选闹剧确实另一种态度 一些愤怒的澳大利亚人 于7日早上涌向墨尔本圣基尔达大街 以表达对共和党人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支持 据英国《美日邮报》报道 这些澳大利亚示威者 在墨尔本街头挥舞着美国国旗 高呼特朗普再来四年 并高举拜登停止偷窃 特朗普胜利等标语牌 有抗议者表示 在前进的道路上 支持澳大利亚和特朗普十分重要 其中一些抗议者声称 拜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 他们认为 拜登与佩洛西和《纽约时报》一道 对美国民主和澳大利亚构成了威胁 美国大选期间 不少阴谋论都捆绑针对中国 如今这些澳大利亚人 要声援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 中国再次躺枪 在社交平台 网友质疑 为什么澳大利亚人 会抗议另一个国家的选举 有网友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于某些澳大利亚人来说 是什么使他们像美国人一样 采用美国的政治文化 但是也有一些人 称赞澳大利亚抗议者干得好 其中一位评论者还宣称 特朗普是民主的把关人 7日早上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称 美国国会的场面令人非常痛苦 澳大利亚谴责这些暴力行为 并期待着现任政府 按照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 将权力和平移交给新当选的政府 莫里森避免直接批评特朗普 也丝毫没有提到澳大利亚的抗议 但澳大利亚工党领袖等人 则直接抨击特朗普煽动了暴力 澳大利亚素来关心美国动向 但现在的乱局 显然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混乱可以平息 美国国会联席会议 可以重新召开 但这场闹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世界都在关注 美国将如何收场